台北股市本周在台积电法说 优于预期下带动指数逆转 跌跌不休的盘势 周五大涨400多点 在激情过后大反弹行情 还有吗 外资你看在大家看好的时候 他就拼命卖 那我现在是觉得说 那既然大家都看坏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生机啊 外资在本波台股下跌中 一度三个交易日 卖超近1400亿新台币 在台积电法说带动下 外资有机会上演大回补行情吗 外资吃这个本土嘛 所以他就是 我觉得就是用割韭菜的方式 就让这个本土抓不到方向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 普送迷你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在 这个礼拜出脱了很多 下礼拜可能会回一些 但大反弹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 可以有大反弹的利多 而且新年快到了 我觉得就像刚刚威廉讲 新年之前 大家这个钱是比较保守的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 大反弹不会 小反弹会有 展望后市 近期行情变动快 投资人依审慎判断行情 做好风险控管 民事新闻 综合不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